所以前面是網址 後面就是它帶的是哪一個名字 或多一個username的名字 可以特別注意 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 不是只是在網址上面 就單一個網頁 而是要跳到另外一個網頁的話 這個地方你恐怕要多做一些事情 什麼事呢? 第一個 變成我媽多在src下面 按右鍵 你變成要增加一個 我們之前講過mtv 那我們今天就有處理v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template t的部分 就是那個版面頁面 所以這邊的話請你 特別注意位置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src 這邊按右鍵 新增一下資料夾 那上個禮拜我們有做過那個 只是這個如果今天專案要重做的話 我們要重新新建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的話 可能要記一下 一般習慣是叫template 加一個s 加一個s 這個是樣板 樣板 s會有很多樣板 所以以後的話就利用那個樣板 顯示你要顯示的東西就ok了 所以第一個按確定 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將來呢 會有個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的話就顯示什麼 歡迎光臨 某某某這樣 或者是Hello某某某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們是切到那個頁面去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顯示那個東西 基本上我們按右鍵 一樣把它新增 新增是什麼 新增一個檔案 那檔案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們叫做 Hello3 第三個練習 那檔案名稱的話 一般網頁是點HTML 或HTML 反正這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反正你就選 就HTML好了 Hello3.HTML 按完成 不過 這個Eclipse 預設是會直接把它當成一個網頁 所以會用瀏覽器把它打開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自動就打開來 裡面空的啦 記得把它關掉 你會發現呢 在這邊它會變成一個地球的形狀 你點開它又用瀏覽器開 所以記得這邊開可能要用按右鍵 我們把它開啟的工具 用文字編輯器好了 不過特別注意 理論上應該是 做網頁 應該是用像Dreamweaver軟體啦 不過因為 現在比較單純 我們暫時呢 可以在這邊打一點東西 比如說我希望呢 這個網頁裡面 它就很單純 它裡面的話呢 就是一個簡單的 像我這邊有放一個 在這邊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建一個版型 在裡面的話呢 先 這個就是我們網頁裡面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我如果希望呢 歡迎光臨什麼 那我可以再把這一段複製貼過去 好了 我們直接 從這邊來看會比較簡單一點 理論上應該一個網頁 一定需要 什麼呢 那個HTML開頭 HTML 然後呢 最後結束的話 一定也是HTML 結束 這邊一定會有個結束符號 有沒有 一個頭 一個尾 裡面的話呢 就是body 不過 我印象中喔 像這些不打 程式執行也不會有問題 body到body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喔 把這個 那當然喔 這地方呢 會有一個網頁的結構出現 那裡面的話 我們會放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就是 H1指的是標題1 歡迎光臨 裡面的話 一個大 一個大瓜糊 裡面再放一個大瓜糊 裡面有一個參數叫username 那也就是說喔 我們待會這樣 當我 給他一個網址叫hello3 後面一樣傳遞給他一個 參數名稱 那我就把那個參數名稱 幫我帶到哪裡呢 帶到這個網頁裡面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來看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喔 先在這個src上 按右鍵新建一個資料夾 名稱叫templates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個templates裡面呢 增加一個網頁 那網頁裡面的話 就打一個很簡單啊 關鍵 最重要應該是這個 大瓜糊 大瓜糊 兩個裡面呢 放一個username 那待會我們要從 另外網頁 把參數丟到這個網頁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看到最後結果 是什麼 hello3 裡面有個Terry 他就歡迎光臨 Terry 那這個 這個其實是轉到另外一個頁面 這個頁面 實際上就是把什麼 把剛剛那個hello3.html 拿來秀出來 然後再把參數丟過來 可是要做哪些事情喔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我們剛剛 主要是建了什麼呢 建了一個templates 這個目錄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加一個hello3 阿記得喔 你要把它開啟 你不要點兩下 那點兩下 它開起來會是那個網頁 除非說你有做過一個動作 按右鍵 因為開啟工具把它改成文字編輯器 不然它預設會是瀏覽器 它就會像這樣子 會有問題 那第三個的話呢 記得因為你加了一個templates的目錄 那目前 系統裡面呢 不一定知道你有加了這個目錄 所以記得喔 你要在這個setting裡面喔 特別叫settings 這邊裡面有一個叫settings settings裡面呢 你要告訴他 欸剛剛往下拉 我們剛剛這邊有個baseDIR 就是你那個目錄 就是你跟目錄放哪裡啦 OS配置會自動去抓 那在這個底下 我們有增加了一個叫templates的目錄 所以呢 請你在這邊往下 找到有一個 在大概第55行這邊 有一個叫templates 它原來預設的目錄裡面 這個裝括弧裡面是空的 所以呢 你要告訴他說 這裡面的話呢 我在哪裡呢 在OS裡面喔 有一個paste 請你幫我把它jong進來 那名稱的話呢 就是叫templates 不過這一行特別注意喔 千萬不要打錯 或者千萬不要忘記沒打 如果沒打的話 假設 如果你沒有打或打錯的話 會有什麼狀況發生喔 其實你會發現 debug會告訴你 欸有沒有 templates donuts exist 有沒有發現 他找不到這個目錄喔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這一行 他會出現這個 所以請你把這個地方加一個 叫os.pass 把預設的目錄底下 加上一個什麼 templates 名稱特別注意喔 記得不要打錯 這一行如果你擔心打錯的話 雲端上面 也有幫各位把這個地方這一行 其實就是這一行 黃色mark這一行 把它貼過去就可以了 這樣他就知道說 有一個目錄喔 叫templates 他會在底下去找 html 那個hello3.html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把程式加上去就可以了 最後的話呢 就切到哪裡 切到uils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hello2嗎 其實你只要把hello2 複製貼過來 把hello2改成hello3 第一步就完成了 其實uils這個比較簡單 比較困難一點的話 就是在views 一樣要加一個hello3 但是這個hello3 跟那個hello2 有什麼不一樣呢 特別注意喔 一把這個hello2 複製貼過來 這個底下 改一個hello2改成3 對不對 最大的差別是 本來是htp respond 意思就是 把後面的文字 直接輸出到 瀏覽器就可以 現在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轉換到另外一個網頁 所以轉換到另外一個網頁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用的是哪一個呢 本來是用respond 對不對 它預設會有個 已經幫你input了 叫rander 這個rander意思是說 幫我轉換到另外一個網頁去的意思 那我們就怎麼樣 告訴他說 這個rander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後面填上三個問題 第一個答案就是說 你的東西在哪裡 所以我們一樣用request 這邊的話 我們一樣用填的 填上三個東西 一樣你會發現request給它 所以把這個request丟過來 第二個問題是 你那個網頁的名稱叫什麼 它會自動去哪邊抓呢 去template裡面 去找找看有沒有這個目 所以特別重要這個名稱要一樣 如果找不到一樣 它就會出現錯誤 第三個訊息是說 那你這個網頁放哪裡 那我們可以用local local指的是 就在我的根目底下 那你去找找看 它就會自動幫我找到那個 HTML3的這個網頁了 找到之後的話 那其他就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試一下 一樣把它全部save 一樣呢 再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執行完之後呢 我們就有一個hello3 其實網址 一樣是 只是把hello2改hello3 那改一下 這個地方 其實一樣 就是這邊 我一樣輸入這個網址 把hello2改成hello3 一樣傳遞一個參數給它 然後把它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轉到 那個hello3.html 然後呢 並且 把它的那個 這個訊息 改過了 其實就是 傳到 這個hello3裡面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說 你希望呢 把這邊的字 做一些修改的話 那你只要在這邊 去 改一下它的那個什麼 改一下相關的HTML 的參數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字的顏色 我記得好像是phone color吧 你這邊可以把顏色改一下 或者是說你要加一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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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上去 你就可以自己在這邊加了 不過前提你可能要 至少你要什麼呢 自己要打那個HTML的那個什麼啦 那個什麼啦 phone color 你自己 自己要會加這個phone color的影數 比如說顏色的話就是什麼 頸 它是16晶味的嘛 如果紅色字的話是什麼 FF0000 RGB 然後呢 再結束縫 結束縫的話呢 就在這邊 結束一個縫標籤 反斜線 加一個縫 當然 如果你用那個 用什麼 用Dreamweaver會簡單多了 可是 有的時候 你要兩邊切開一些也蠻麻煩的 而且這個比較簡單的 基本HTML的語法 如果以前沒有學過HTML 可能要趁這個機會 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學過HTML的話 可能再稍微找相關書籍或其他的 把它Save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它應該就變紅色了吧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發現 顏色就變紅色了 這些效果其實都是網頁的啊 只是如果你要做複雜一點的話 可能就用Dreamweaver來做了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切黃給各位 試一下 特別注意 建了那個Template的目錄之後 記得再到Settings 所以剛剛是Settings裡面 在第55行左右 請你加一個 OS.pass.join 所以這邊的話 不然你就自己打一下 它其實也可以 把那個 就是把Template的目錄 把它 全部都 再確定加進來 那這樣的話 它就知道有Template 然後呢也可以知道說 你這邊 Template底下 一定要有一個 叫Holo3的一個檔案 它就會幫你顯示出來 好 好